自今年1月底开始 新庄国民运动中心的体势 跟泳池馆入场方式已经改变了 民众必须要扫描QR Code才能够进场 那么其实扫描QR Code的这种方式 在新北市的各地运动中心 早就已经实施一段日子了 因此新庄国民运动中心也呼吁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体谅多多配合 自今年1月底开始 新庄国民运动中心在体势 和泳池馆入场方式已经改变 不少民众或许也已经感受到 中心渐渐朝向一化管控的制度 所以近期中心再宣导的就是 民众先行下载新庄国民运动中心 官方的APP 日后报名借场地以及运动时数 皆可以透过手机完全掌握 目前我们导入这套系统 就是我们目前开放的部分 就是在体势能馆跟游泳馆这个部分 然后用这个QR Code扫描 然后入场 后来我们是希望 因为现在我们到柜台买票的时候 它可以 如果你没有下载APP的话 它是柜台会给你一张QR Code的单子 让你去扫描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 在使用这块的时候 可以下载APP 以前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 教练要一个一个检查 一个一个看 那现在我们进进出出 只要扫描就可以出来 很方便 进场的时候直接刷票件进去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你进去的时间 可以提醒客人自己自身注意一下 自己的时间来一些观念 对 就不会那么被动的一直被提醒 新北市是全国运动人口最多的城市 如何让这些来到运动中心内 使用器材的市民们 变成未来官方可以运用的大数据资料库 同时也让中心做好进出厂人口的管控 保持场馆内环境空气的清新 利用手机QR Code的确帮他们做到了 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统计我们入场的人流 入管的人次这样子 我们能够更有更数据化的 能够呈现这些东西 然后再来也是为了减少纸张 不过实施至今 管方不会言不少人还在适应中 所以柜台有提供一次性的QR Code纸张 让民众使用 但还是请大家配合新政策上路 因为据闻新北各地的运动中心 竟已经实施一段日子 新装算起步晚 还请大家多配合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